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今天就来讲讲这个 主期情上有两件事很重要的 这两个我都有买的 这个是什么来的? 就是课金的礼包 我觉得如果你是想 你本身上班的, 或者你是一个小孩 很喜欢偷家人的钱 说不要偷, 不要偷, 不要偷 总之就是, 如果你有 负担得起的话, 就建议你买的 如果你是连续 上线三天的话 就代表你有兴趣啦 那你如果你想有能力的话 就课金啦, 这两个 通常一定要课的 第一个就是比较便宜少少的 38元港元 28日, 每日都要上线 拿的, 是比较烦的 这个有些像现在新的手机 game 的一个technic, 一个 即是你上线拿才行的 不可以, 它不会自动派给你的 有些像这个, 逼你上线 38元 有多少呢, 可以8千 可以抽多少次 大概 27次 27次 那你换回38元, 差不多 一元一抽的 一元一抽, 你想一怪物弹珠 多少一抽 24元一抽 那你一个差不多一个 一个几毫一抽 这个一定要买的 即是前提是你每日都上线 就比较烦的, 日日派给你 这个就不同 这个是238元的, 第二个 这个如果你是在上线 然后你又有这个 即是又有, 又喜欢玩的话 其实就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这个有多少元保呢 238元 那现在计下了 如果你要买的话 就有3000, 加2000 8000, 不是5000 再加3000 8000 8000加4000 12000 16000 16000 23000 24000 24000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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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然后再加这两个 不知道是什么事呢 这个好像是 哦, 这个也是 不是哦, 这个也是元保来的 22000 27000 33000 哇, 不好意思, 如果我计算的话 真是, 不好意思 33000 33000元保 33000元保 呃, 换回 可以抽多少抽啊 33000 110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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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回这个238, 差不多2元一抽 2元一抽 但是这个就是立刻拿的 如果你到 level 的话 立刻拿, 立刻拿4000多 不是好像这个 这个十九东西那样 每天都要拿的 还要250 下300才抽到一次 你250 都不知道抽一条 就是这条龟 回来就是 但是这个就是 拿4000多 如果你有 就是 如果你学生的话 就 你老爸妈没有零用钱的话 就存一个月 存一个月 我不知道它之后 会不会没有的 应该不会停 但是这个 我就是极之推荐的 就是以这个香港现在 就是正常学生来说 虽然是一些难 我以前 没有零用钱的都是 不过唯有省这个 这个好像教坏你 算了 就是 就是 不犯钱就省回 就是吃些比较便宜的东西 但是当然你不要不吃东西 你这个学生来说 就 这个2元一抽 这个就是1元一抽 1元一抽 算是很划算的了 就是 如果怪物弹主来说 你可能浪费时间 刷这个 刷这个点数 但是就这个是2元一抽 已经是很划算的 之后那些就不要买了 但是如果你真是窮的话 就 就是后期还有些新的 不知道什么 什么浮够 礼包那些 我这些是不会抽的 那些是贵的了 已经 这两个1元一抽 2元一抽那些 算是很划算的了 那就是这个 火金攻略 是的 多谢大家收睇 拜拜